音乐 过来吸过空调 这个老太太她记忆,记忆,然后有点问题 她女儿,她有两个女儿 来照顾她 然后呢 她大女儿 然后在那个日本 在日本 然后美国那个基地 然后在那待了三年 好像五年 我是忘了 这好多年之前认识她 然后呢 她说她现在她妈的房子里面 特别热 83度 她跟我拍这个照 然后我让她去看一下 那个有没有 索外机有没有转 她说没有转 然后呢 我让她把 是不是那个brick trip了 她说是 不是她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还是不转 然后呢 然后她没有那个 multimeter 没有万用表 所以那她测不了 我就过来了 我过来之后 我听到那个压缩机在转 压缩机在转 然后呢 风扇不转 我然后呢 用那个 那个改锥用起子 搏拉了一下 那个风印 那个风印呢 可以转 好像是可以起来 然后呢 我想着可能是 可拍死者坏了 然后呢 你看 我打开之后 你看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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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的 然后就是 不是 跑跑的 跑跑 然后你看 它鼓起来了 看到没有 鼓子是典型的 可拍死者坏了 它是45和5的 应该是 换上之后就好了 OK 应该换上之后就好了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 这个风扇 我刚才 刚才 我把它搏拉了一下 好像是 不怎么转 我希望这个 这风扇是好的 因为天晚了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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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 当它有电的时候 然后它 它有点发骤 就是它 它不怎么转 但是呢 我实际也搏拉它 它好像起来了一下 但是它就马上就停了 所以呢 在这个的话 应该就是 这个可拍死 然后你看 压缩机和那个什么的 压缩机和那个 和风机的 OK 我现在把它换上 然后就可以了 你看 我这有个45 5的 OK 我这个比它 大 现在我看 我车里面有没有小的 有没有 另外一个公司的 你看 它这个小 它这个是小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还放不进去 你看 它这个 没有 没有多余的 这个 没有多余的 可以放的 一般的话 它都有 有多余的 你可以放大的 可以放小的 你可以 我在车里再找一下 没有的话 就把这个给它换上 我这儿有一个小的 有个小一号的 看 小一号的 你看 这是两个不同公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是一样大的 这个 capacitance是一样 但是呢 physical size不一样大 就是 你看 物理大小 不一样大 这尺寸不一样大 但是呢 这个capacitance都是一样的 OK 我现在给它换这个小的 OK 换上 换上应该就好了 换上应该就好了 好了 给它换上了 你看这个火的多厉害 火的多厉害 应该就这个原因 我们现在 打开看一下 特别老了 老房子 OK 看 忘记了 就这个原因 capacitance 最近几天 那个capacitance特别多 为啥呢 capacitance坏特别多 因为天太热 然后这capacitance需要散热 它在高温下很难散热的话 你看 这个里面是油 这个里面是油 你看 你看 这个原因 可capacitance坏 就好了 这修好了 很简单 好 我刚看了一下 它转了 然后没有冷凝水 那就是 福利昂低了 福利昂低了 然后呢 我刚看了一下 这 这好像是有油 这好像是有油 是不是从这个 liquidland filter 抓跃从这漏 你看 有可能漏 你看 这都是油 我拿那个bubble solution 我看一下 是不是从这漏 你看 你看 这边一半 这边一半都是油 然后有可能是从这漏 我来拿bubble solution 你看 你看 我刚才一拍 你看 哇 它是漏 从这里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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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这是通过 通过修这个 然后发现这个漏 互联网的问题 OK 然后我今天没有时间 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人 一个菜馆 一个 那个什么 一个餐馆的walk in freezer 一个餐馆的walk in cooler 还有后面还有两个人 所以呢 我明天过来 明天过来给他给他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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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k 非常烈 Leak 非常烈 Leak 非常烈 You see Yeah Leak 太烈了 Leak 太烈了 Leak 太烈了 OK Yeah Come back tomorrow morning 来 好 今天早上过来 过来 我刚才又碰了一下 看 它是漏 然后呢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转了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下 你要做一下泡沫荡 然后这种 只要是在这边 就是这扛单子 就在这边的 然后都容易修 然后只要有两个挖 然后你把它做泡沫荡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修了 OK 修完之后 然后抽真空的话 就光抽 就是室内的这部分就可以了 OK 我现在开始做泡沫荡 你看 我把老的取下来了 取下来之后 然后 然后 那个什么 有了两个原因 一个是那个什么 它焊接的时候 你看 那个 这个一圈 然后它应该没有包东西 然后把外面的漆 外面的漆都给那个烧了 烧了之后呢 那个漆已经开始离开了 所以呢 下雨的时候 每次下雨下雨 然后它就 它就那个什么进去了 就那个 rust进去了 就生锈进去了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一直 你看 就是说 你焊接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用个湿毛巾保护着 OK 然后呢 它这儿 这个是这个 这个 insulation 这个 pipe 然后呢 它一下雨之后 它老是这是湿的 很难干 很难干 再加上它每次空调运转的时候 这也是湿的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 这个下面的 rust 你看这 你看 然后应该是从这儿漏的 是从这个地方漏的 OK 所以呢 你家里面呢 你自己看一下 自己的有没有和这个接触 有这个接触的话 赶快把它离开 OK 然后呢 不能让它那个什么 不能让它 然后和这个接触 和这个接触 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州 估计好一点 因为这个Luziana的话 一下雨 经常下雨 这个是湿的 再加上空调运转的时候 这个也是湿的 所以呢 它就会造成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让它离开 现在的话 我焊接的时候呢 我要把它包住 OK 然后包住 然后保护它 然后呢 来焊接 我先焊这边 因为我焊这边 在焊这边的时候 它靠近这个 那时候火 都把这个都烤化了 OK 你取的时候也这样 先取这边 取完之后 然后把它拌开 然后呢 再 再取这边 OK 然后呢 我现在先焊这边 焊完之后 然后再焊那边 然后用氮气冲着 冲着氮气 OK 好了 我的焊接好了 然后呢 这个比那个要小一号 这个是053的 那个是083的 OK 然后呢 这个的话 可以 up to 那个5吨 up to 5吨 然后呢 都都都没问题 然后 它这个才是3.5吨 这是3.5吨的 OK 所以 放这个053的 没有任何问题 OK 你看 这样的话 这个也要一定要给它 离开空间 离开空间 然后呢 你焊接完了之后呢 看不见的地方 也一定要用镜子 然后这样 这样照一下 也一定要照一下 OK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那个 冲氮气了 不用冲氮气了 OK 然后 现在出真空 出真空 然后 然后 把这个福利羊 那个 从里面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然后看插多少 冲上就可以了 OK 好了 现在出真空 现在 然后呢 你看 我把这两个给它换了一下 看 然后这两个 应该这种老了嘛 机器老了 然后给它换一下 有时候会漏 OK 这一个是 Rubble润 一个是 Teflon润 你看 下面那个就是 下面这个里面的一个润 就是那个 Rubble润 OK 你看 下面一个电圈 OK 然后这儿的话 一般都是Teflon润 OK 所以呢 为啥这就是焊接的时候 要取下来 就是万一 你那个 一高温的时候 下面的 那个Rubble润 或者Teflon润 一变醒了之后 就会漏 OK 然后呢 我当时焊接的时候 我把那个取下来了 然后呢 我刚才出真空的时候 我把这个也给它取 都给它换 都给它换了新的 OK 好 好 真空马上就好了 然后 等会儿把那个Release出来 把那个Free on OK 好了 这边抽好之后 我把那个 这个都都都Release出来了 都都Release到那个系统中 然后呢 现在我把这边给它去掉 你看 就是你你买这个的话 这个是非常实用 这个他他没去这个教堂了 所以呢 那个 那个人不在家 所以呢 我就 我就直接从这儿 从这儿 尤其是你在做商业的 做商业的 然后呢 你那个 你那个 上面没有的话 没有那个一般是福的店 和一番人 然后你要弄特别长的那个什么 特别长的延长线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用其中的一根活线 再加这个地线 然后就可以了 OK 这个的话 我放到那个 放到那个下面连结 然后大家可以可以买一下 OK 这个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OK 现在我把盖子给它放过去 我们就开始让它转 我看还差多少 需要充多少福利 OK OK 看来没有漏多少 但是呢 这种机器的话 一般压力都是在140 150 然后呢 现在是里面109 OK 然后呢 这个西部黑的是41 然后呢 我要冲着它10到15 OK 这是410的福利 它是 它基本上7磅 6.82磅 6.82磅 410的福利 3.1kg OK 我来冲一下 应该 我刚算了一下 应该大约2磅左右 应该大约2磅左右 OK 看来它是刚漏 刚漏 OK OK 我这个罐子里面 基本上快没有了 哈哈 基本上快没有了 然后 等会我再拿新的 OK 拿新的 因为这里面没有了 所以呢 你要是里面全是液体的话 全液体的话 你放一下罐上 放一下罐上 不能一直冲 OK 一直冲把压缩机给冲坏了 OK 然后呢 你看 现在117了 116.9 对 刚冲进去 它要循环一下 现在这个number开始下降了 OK 刚才41 现在是38大家 OK 现在这个就冲 刚冲了4.4磅 4.4磅 OK 4.4 好 我这个罐子里面的 已经没有了 罐子里面的是128.8 OK 然后27 然后罐子里面又没有了 17.6 一磅多一点 哦 还要 还少离 16.6 17.6 17.6 一磅多一点 OK 我现在再换另外一个 好了 给冲了两磅 冲了两磅 然后呢 这个因为它房子现在比较热 现在基本上可以了 可以了 OK 这个稍微 稍微一点高 但是可以了 因为它等到房子温度下来之后 它这 就会再收一下 OK OK 这个基本上就好了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过来修修这个换这个外机不转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一定一定要离开 看一下自己家里里面的 也一定要离开 然后呢 好 我要在这边检测一下 检测一下 我还没测一下 看着有没有漏 OK 应该没有漏 因为我都是都已经查过了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老的这个它超里新的特别长 它都新到这来了 老的这个都新到这来了 你看 它老的这个都新到这 所以呢 这就是为啥这个新的呢 它没有 就能插到这 所以呢 就这一点点 OK 这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因为它这个里面 我刚给它换的新的 所以呢 我一般走的时候 都用那个bub solution再检测一下 但是这个呢 我不用检测了 因为我都给它已经 已经拧着很实了 OK 好 好 行 是 不 不 是 打 ask 是 就能完成啊 我扔了 牙头 会 你 那 那 是